只开一周只开三天 还有餐厅也是temporary close 哇 外卖上就口中的眼神 感觉美国人这边也是强行进入了外卖的生活 刚刚我的这一棵小花花又掉了一朵 让我们来数一数这里有多少朵发发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那如果算成这一朵的话就十九 好吧 加上这一朵二十 我二十朵小发发现在就还剩下十九朵了 我们来数数外面有多少辆车 有多少个人哈 让我眼可见一辆车 人数吗 两辆车 三辆车 哎 现在都 现在是周五啊 阳光这么好的天气外边居然没人 你看看河边也没人 好吧 哎 typical的周末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终于出现了这个人 好像是跑步的 哎 我在家已经待了整整两周 吃饭全靠要么自己做 要么靠外卖 哎 但是最近外卖也不怎么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不开门 哎 已经无料到炸了 游戏全弯通关 然后 剧也不知道刷什么 我们每天就是那么工作 吃饭 睡觉 玩游戏 唉 我不管 我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喝到奶茶 我要出去买奶茶 我现在就要去的 我今天看到他们在群里面 发消息说 今天楼下奶茶店开门口 我要去订奶茶喝 顺便带你们看一下这边奶茶店 现在点餐的一个状况 都有整蛮接 哎呦 出的门也太不容易了 哎呦 风和雨立的周六上午啊 我现在正在去取奶茶 在这种时间下没有奶茶可以喝 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因为很多奶茶店都因为 没有员工敢去上班 或者是怎样的原因都停业了 然后这附近奶茶店也是非常任性 只开一周只开三天 然后取单时间平均在一个小时以上 真的是太不容易 而且是那种临街处型的取餐 就是你点了奶茶往上点 然后他通知你去店里拿 你会吧 这奶茶喝就不做了 毕竟最近形势所不够 奶茶店都不怎么开了嘛 那就这样吧 就是我幸运先去拿我的奶茶喝了 没好的一年才刚刚开始 这都说进去好像怎么样 外面小说口上的眼神 这种奶茶店就是这样的 做好了然后有人进去拿 然后排在床边有 外卖小哥去帮他取 然后拿拿去吃吧 虽然累险危险的时候 还是租赐的出来拿到了我的奶茶 感觉美国人这边也是强行进入了外卖的生活 现在反正也不让 规定不让去店里吃了 那这样的话 只能靠外卖了 哎呀感觉餐厅都快不上去了 全部都送送送送 还有餐厅也是 这些奶茶店也基本上靠外卖的形式 就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边 然后大家别提点单 点完单之后呢 再全部装在一个车的这个后备箱 然后再送到每个小区之间的一个固定 就现在物资都不进门了 就是外卖啊快送啊 Google Fresh 或者是Hold Food 送货就只送到门口 然后自己开门进去 也是有点意思 这间就是大地的菜吧 还有手指值 那也不怕被拿了 你想中国人都至少在那里 买洗手液还有清洁用品 美国人就在那抢厕纸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Listen You think you need me But you don't Please Leave me alone But But coronavirus You're not listening to me I am toilet paper you need medicine Gloves Food And toilet paper No No Paper for my butt Oh yeah Are you dumb Yes 你知道吧 就这种情况 还是会有一些那种 傻圈 然后在 把拉山那个地方 在那跳脚骂街 但最搞笑的是 就是刚听朋友说 在法老山朝市有人在骂街 然后那个大老黑 对着一堆大妈大爷在那儿骂 大老大爷也不知道他在骂啥 一脸冷漠毫不在乎 真的是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些什么 现在 你看现在多少人 看不看你看太多 我现在已经太多 一个消失了 太多 前面还有十几个 真的是太难了 主要是吧 你要是点外卖 你也不知道外卖小哥是怎样 毕竟外卖员都是美国人 你也不知道 他们在跟你拿之前 都切除了啥 还是自己去吧 虽然店里说是说零接触了 这个喝多少点还是有点接触的 但是 能喝到奶茶就非常的开心 流血的真相 出国被看 没赶紧了